覺得意外嗎? 就面試來說還蠻意外的吧 因為其實我講話一開始也是比較快 然後比較不緊實考的 可是就在我們學校的訓練下 然後就慢慢的皮膚疊起來吧 所以可以上 反心上面試上台大一 我就覺得還蠻意外的 那也要感謝很多老師的幫忙這樣 那妳為什麼會特別想要用醫科來當地資源 想要當醫生的話我覺得那是一個過程 就像我小時候的時候我是住在天鄉 那天鄉的話 醫療資源是不均而且不足的 那我阿公會去找密醫打針之類的 那其實這樣子的話沒有接受到正規的醫療 讓他的身體是越來越虛弱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當一名醫師 那未來的話可以幫助我的家鄉 那再來也有可能社會價值觀 還有高中的一些學習的歷程 那所以我就朝著醫師前進 那還有在志工的時候有看到我是 我去台大醫院當志工 那在幫助人的過程我發現到 當醫師他可以幫助人 不只是幫助他的身體又幫助他們的健康 那醫生的話應該是要一病又一新的 那大概就是我想要當醫生的動作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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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